大廚門 我們四位大廚來 我們這位叫做惠芬 李惠芬 我們到了某一牛蝦專姐姐 我們楊瑩姐姐 還有我們根蓮姐姐 他們不但會縫衣服 而且做菜相當的厲害 今天很簡單的一道菜 涼拌粉絲 可以當主食也可以配飯 可以當主食可以當菜 食材的部分 問我們是不是請楊瑩來當主廚 來幫我們做一下介紹 但是我想說在介紹之前 我先把禮物送出去好不好 這是我們今年 你剛剛覺得這個購物袋 今年的購物袋 只有三個 只有三個 所以我們只能問三個問題 大家要舉手舉快一點 好 我來問請說出 我們農甲地區最有名的三道菜 就最快 來 米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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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萬木瓜絲 兩萬木瓜絲有 再一道 還有八八十 八八十 送你一個 送你一個 謝謝 謝謝 好 再一個題目 說出我們龍岡忠祯新村的三家米甲店 這邊 誰最快 這最快 我看你吃米甲吃 就是有米甲臉 好 來 阿妹米甲 阿妹米甲有 阿秀 阿秀有 五七五 五七五 果然是我們忠祯新村來的 好 再問一個比較難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們都雲南人 有誰知道我們 這群雲南人是從哪裡 來到我們臺灣的 從哪裡 好 應該 對 應該要說我們從哪三個國家交界的地方 來到這裡 緬甸 太多 比較多 厲害了 來 我們稱它為金山腳 所以我們這群人 我們的上一輩 從雲南打出來 打到緬甸 然後我們都在金山腳出生的比較多 所以我們都在 泰國 緬甸或寮國 然後 一路漂流來到臺灣 來這邊扎根 所以今天 好 上課禮物都送出去了 等一下大家就吃 粉絲吃到飽好不好 好 來 來 接下來我都把麥克風 交給我們的楊瑩姐姐 來 各位貴賓 大家好 我叫楊瑩 平常我會在我們中正文化行程 DIY小教室 我們那邊有做體驗的文化美食 平常我們都做兩拌槍子 還有做教客做DIY的木瓜室兩拌 平常我們也會做我們的冬肥兩拌 有吃過冬肥嗎 有沒有 冬肥兩拌對不對 對 對 我今天教大家做的這杯冬肥兩拌 泰國 泰國口味的 泰式口味 所以說我們所有的食材有 芹菜 香菜 辣椒一定不可切的 因為我們泰國這邊喜歡吃辣 不辣不成餐 然後大蒜 洋蔥 番茄 檸 檸檬 喜歡酸一點都加一點 那我今天不喜歡太酸 我會加一點糖在裡面 我會加一點糖 那裡面唯一條味道不能接少在什麼 乙露 對沒有它就不成泰國菜 所以乙露在我們泰國人的食材裡面 一定是在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一定要有乙露才會有 我們一個百家小吃的味道 不然你光放兩拌 那個味道不會出來 鮮味完全熱 因為有乙露它的鮮味就散發的不一樣 我們有豬絞肉的 我們有豬絞肉 我們豬絞肉的時候 有什麼燙過 所以把那個油脂全部燙完 一半豆腐 一定要有豬絞肉 如果你在家裡面不想燙 你可以用炒的 也很香 最後我們撒上花生粉 我們所有的兩拌料 裡面會有加花生粉 米乾兩塊也沒有花生粉 有對不對 木瓜絲也會有花生粉 我們雲南裡吃什麼 小吃都會加一點花生粉 對花生粉它很香 我今天請我們這個樂園小姐 開始切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我們先切 大蒜 我們大蒜把它切碎 對在家裡有那個機器的話 直接把它攪碎就可以 那我們這邊就 老小老師就有獻他的刀法 給大家拍 大約他在家常常做家事 賢妻聯盟的少爺 大家各掌聲好不好 今天這麼美的老師叫大家切 那刀法多厲害 平常也到龍港來嗎 各位大哥我知道 他一路給我們的龍港 應該吃好幾年 大家好 對 對後面切切大蒜 大蒜把它切成碎末 對差不多碎末的時候 我們就要加進去 我們那個冬粉 平常也在家裡有煮冬粉嗎 知道怎麼煮嗎 對水滾了以後 丟下去水滾就把它灌掉 它就慢慢的燜熟 所以都會有那個太久 對 剛剛燜一下我們說 對它比較Q 那拿起來我們就冷水沖洗 我們就把它放在旁邊 好 我們現在加蒜末 對辣椒 如果家裡面喜歡辣一點 我們可以加比較小的 那我今天各位我怕大家不能吃辣 我今天加的辣椒嗎 不過 辣椒這個不會辣 它只是提味而已 因為它今天很辣 好 今天很多 我這個辣椒不會辣 一定不用怕好不好 直接不會給你太辣的辣椒 我們一辣椒也是切成 也是去切成那個辣碎末這樣子 對 全部切成碎末直接丟到我們的東北上面 對壓成碎末 我們家裡的小機器的話 我們切斷直接用打的比較方便 來 我們辣椒的味道出來囉 然後 也有一點點嗆味 那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辣椒放下去 我們應該在東北裡面 顏色就出來 再來就是洋蔥 對 所有的涼拌裡面不可以切少洋蔥 我們洋蔥切薄片 薄薄的 我們切薄片 然後整個丟到我們的盆子裡面 食材裡面 我們想到說當盤厲害就對 我每次在家跟他比不過 因為他超厲害的 我們只會吃 對 然後也直接食材 丟到我們東北盆子裡面 一定要切成碎片 這一個 再一個 再一個 你看都薄片喔 然後我們一定要薄片 不能太厚喔 很薄對不對 對 一定要薄片 一定要切得薄薄的 這樣子口感才會脆脆的 來 我們下一段步驟 就來番茄 我們一番茄 你去市場挑 一定要挑稍微硬一點 不要太熟 要有硬度 所以每個番茄 做兩半的番茄 不能太熟 也不能太深 對 剛剛好 看我們每個番茄都硬度得剛剛好 這樣他才會吃 才會鮮美 我們一番茄是切片 我們一番茄切片 來 再一顆 再兩顆 對 沒關係 我們多吃一點番茄 養顏美容身體好 養顏美容身體好 番茄當中水果吃 而且現在疫情期間 我們多吃一點 蔬菜水果 對 他們是對我們的身體幫助很大 看吃就流出來了 有沒有期待這道美味 有 回家可以自己學著做 在家裡也可以放點小黃瓜 小黃瓜可以加 如果家裡沒有鮮香 你只要燙一下的話 你覺得不錯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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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我們的番茄切小塊喔 儘量在家裡切的時候 要小心刀子 你要看我們這位姊姊刀法很厲害 你覺得在一方便很簡單 對 接著跟刀子在一起的時候 就要很小心 我常常沒切到 來 我們最後檸檬 我們檸檬幹嘛 那我們就已經擠好了 對 我們已經準備好 對 準備好了 姐姐就直接放檸檬 不夠我們再調 對 先放下去 全部放 對 不夠再夾這邊 對 好 就放我們的鹽巴 我們這道菜不用味素 我們只用糖來加它的甜味 這樣吃得比較健康 然後我們加糖 來 我們豬腳肉 對 然後最後呢 我們的香菜跟芹菜 再來切 全部 全部切 我們兩半裡面一定要有香菜 如果沒有香菜的話 那個味道就沒有那麼美味 所以兩半裡面一定要放香菜 可能有的人不喜歡香菜 但是兩半裡面如果切了香菜 那個味道就是小的味道 他香氣就會散發出來 香菜跟芹菜是兩個不同的 香菜是哪來體味 來 一分之一 來 我們的芹菜 在那邊 在那邊 我洗過了 全部洗過了 來一半 葉子補 我們就切前面這一段 好 來 我們的芹菜 我們葉子就不要 切到這樣子 切到這樣子 一吋 長度 差不多這樣子就好 大概我們在家裡 常常切創一段 大概就這樣子 切了我們直接丟進去 來 我們的 好 加一點水 因為冬腿他很吸水 如果你今天不加水的話 他就很乾 你要給他水水 有一點水肺的話 加一點水 加水 來 我們就拌齁 我們看各位姐姐拌得很賣力喔 你看巧克風想一想吃對不對 對 有沒有期待 有 口水掉滿地了 真的嗎 哈哈哈哈 我也很期待 因為今天早上沒事做早餐 我們這幾位都還沒吃早餐 謝謝你們喔 辛苦了 辣椒 辣椒再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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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也散得出來 對 我的料有一點少 對 我們一半冬腿的時候 你就看到你的料 大概是多少 對 因為冬腿他很吸水 嚐開 等一下嚐嚐看我們的味道 對不對 我們一拌好以後 我們就來嚐嚐看 鹽巴夠不夠 蒜夠夠不夠 甜味夠不夠 然後再來適量的蒸酒 再來放鹽巴 跟鹽 跟鹽 因為一面拌一面挑 各人有個人的口味 也都喜歡鹹一點 也都喜歡酸一點 也都喜歡酸一點 也喜歡甜一點 我們今天拌的是大眾口味 適合每個小朋友 跟家長 來我來嚐嚐看 是不是有大家的口味 隨便叫做 很快 看起來 icemail 我們要嚐嚐看 我們要嚐嚐看 很快 每個人吃 我們要嚐嚐看 剛才想要嚐嚐 有很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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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